县议员叶昆景针对花莲市殡仪馆迁移选址期限将至 县府应有所作为早日落实 完成太平洋公园整体的规划 使得往生者最后一礼路有所尊严 另外针对县府去年征收矿石岁议会通过 报请中央核定至今迟迟未同意 影响到县政财政收入 也请县府能够加以用心 县议员叶昆景针对私立殡仪馆为太平洋公园中央 几代影响到关章 且设备老旧地方狭小 照一步步使用 希望能够尽早落实 完成太平洋公园整理规划 使得往生者最后里程碑有所尊严 家属给予尊重 另外针对矿石景关税中央还没有核定 影响到花莲政府税数 也请县府能够加以重视 我们花莲市立殡仪馆 这个迁移的一个作业 因为这个期限也即将到了 我想县政府应该在期限内要有所作为 本期在我们这个议会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有召开了我们这个市立殡仪馆 以及整个东大门太平洋公园 整体规划的专案会议 其中提到市立殡仪馆的 选址的期限 县政府也承诺 在六月份 就是六个月的时间 能够完成选址的作业 不知道县政府整个选址的作业情形如何 因为攸关着整个太平洋公园 整体的一个规划 以及整个周遭所有的观光地带的发展 市立殡仪馆的迁移是必然的 而且是必须的 所以本期的一再的呼吁跟要求 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够积极的 妥善的来作业 因为市立殡仪馆的一个牵引 带动的我们包括香榭大道 在六月底即将要完成 正式来使用 我想市立殡仪馆由于整个一个城市都老旧 而且地方太过狭小 让往生者也非常的没有尊严 让所有的家属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三的一个呼吁 华联县政府应该积极的 将市立殡仪馆的迁移的案子 能够尽早的来定夺 而且要积极的有所作为 我们这个幼儿国中小 幼儿的这些协会的补助 免费营养午餐 以及客户辅导等等的教育平等政策 然后我们还有呢 就是我们花联县政府 向中央积极争取的预算的配合款 所以我想基础建设的预算都必须要 由我们这个的现预算里面 就是这个矿值税的收入来益住 今年县政府会面临很大的财政危机 所以本席一再的希望我们县政府应该积极的 而且做好收铁跟中央相关单位财政部能够来沟通协调 取得这个共识能够尽早的来同意花联县政府 来办理矿石税的开征 新闻国家表示 施力兵议馆牵引的议题 希望政府能够加以重视 共同来完成太平洋公园整体规划 来开创主案太平洋的美景 而矿石税的议题 也请政府能够向中央争取 来开创地方的财源 记得转意花收铁了